在旺角還有交通燈損壞等維修 運輸署說截至星期五 全港仍然有二十多組交通燈未收復 主要集中在阿佳魯街一帶 半年來的示威衝突 道路設施連番遭殃 除了730組交通燈 還有52,000米路邊欄杆 和近21,000平方米的行人路磚被破壞 維修這些設施要多少錢呢? 根據建造業界和政府數字 可能多達9,445萬 早前紅磡海底隧道 在理工大學的衝突中損位 需要封閉14天 當局動員800人不分昼夜維修100小時 建造業界說未計維修物料費用 單是計工人的薪金開支已經大約是2,000萬 按紅瑞日軍車流量大約12萬架次來計 政府在那14天損失大約3,360萬隧道費 期間當局開辦免費渡輪疏過海市民 開支是245萬 換言之當局至少損失5,605萬 至於被破壞的立法會 自衛登署 港鐵車站設施 還有警員的OT津貼 和三間大學的維修費 所有開支和損失加起來足足超過21億 若果加上政府推出的四輪紓困措施 預料政府最少要撥款271億公帑田藤 納稅人亦要逼迫結帳 東網記者岑指浩報導 令人歷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